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主动型ETF资产即将突破1万亿美元 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市场格局的根本变革 自2006年以来,主动型ETF的存在逐渐被投资者重视 特别是在2019年后的监管改革推动下 其增长速度惊人,年增率高达48% 这一趋势引发了行业巨头的关注 他们将优秀的共同基金经理转向这个新兴领域 这意味着主动型ETF的未来将更加光明 然而,这一切的背后还有许多挑战和疑虑 低费用的主动型ETF是否会对传统共同基金造成冲击 透明度是否会让一些老牌股票挑选者感到不安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股市也在等待即将发布的美国就业报告 这将成为市场多变的指标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话题 分析主动型ETF的潜力及其对投资者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主动型ETF资产即将突破1万亿美元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关注一个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掀起波兰的新趋势 主动型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的迅速增长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主动型ETF资产即将突破1万亿美元的里程碑 这标志着该类型基金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到现今全球产业增长的关键驱动力的戏剧性转变 根据顾问公司FGuy的数据显示 截至7月底,这类基金的资产已达到9740亿美元 这一数字在过去几年迅速飙升 尽管主动型ETF自2006年就已存在 但直到2018年才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 2019年,美国监管环境的变革加速了新基金的推出 使得主动型ETF资产以48%的年复合增长率迅速膨胀 全球范围内,主动型ETF的数量在同一时期内增加了4倍以上 达到2761只 TMX Vetify顾问公司的研究主管Todd Rosenbluth表示 我们正处于增长的早期阶段 主动型ETF的迅速崛起是因为它们是相对较新的产品 并且一些主动型共同基金经理正在将最优秀的人才和市场营销 努力集中在ETF领域 这表明市场对这种产品的需求正在上升 尽管如此,目前主动型ETF的规模仍远远小于其共同基金对应产品 仅在美国,长期主动管理的共同基金在2023年底 持有13.8万亿美元的资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发展方向是明确的 在美国,ETF相对于共同基金享有税收优势 根据投资公司协会ICI的数据 过去10年中,美国国内主动管理的股票共同基金净流出超过2.5万亿美元 而根据成星公司的数据 美国上市的主动型ETF在7月吸引了创纪录的279亿美元 此前在1月和3月也创下了高水位 全球范围内,根据贝莱德的数据 2024年上半年,主动型ETF在所有ETF的6650亿美元净流入中占据了创纪录的22.4%的份额 并占同期ETF推出的41%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一些国家放宽了只允许ETF追踪指数的规定 例如南非、日本和新加坡已经进行了变革 法国在4月批准了主动型ETF上市 而台湾预计在明年推出首批此类产品 S-Guy创始人Debra Ford表示 这些变革的推动者之一是行业巨头 如摩根大通、富达和贝莱德 这些公司通过其大型销售和市场营销团队 帮助投资者更广泛地接触到主动型ETF 然而,他也指出监管仍然是主动型ETF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 一些基金公司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许可 模仿Vanguard快速扩张的ETF结构模式 尽管这些请求尚未获得批准 但如果这种模式对主动型ETF开放将可能引发显著的增长 从不同角度来看 主动型ETF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从市场角度来看 主动型ETF的增长表明投资者对灵活且高效的投资工具需求增加 相比传统的共同基金 ETF尤其是主动型ETF在税收和费用上具备明显优势 这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 Rosenbluff认为基金公司别无选择 只能推出ETF因为投资者已经接受了这种结构 与其试图用更昂贵的共同基金来对抗ETF 基金公司不如在ETF行业中竞争 然而,对于投资者来说 是否应该选择主动型ETF而非便宜的指数ETF 这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尽管主动型ETF的费用较低 但数据表明主动型经理很难持续超越基于指数的方法 Rosenbluff指出 尽管一些基金能超越市场 但多数情况下 投资者可能更适合选择成本更低的指数ETF 此外,从监管角度来看 主动型ETF的增长还取决于各国的政策变革 Fore指出 许多国家的监管机构需要更新他们的规定 以适应ETF市场的变化 例如,法国和台湾最近的政策调整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最后,从行业内的竞争来看 主动型ETF的增长对传统共同基金构成了挑战 许多传统的股票挑选者对ETF的接受速度较慢 主要是担心增加透明度会暴露他们的秘密配方 然而,一些成功的案例已经证明 这种担心可能是多余的 例如,Capital Group的Dividend Value ETF CGDV自2022年推出以来 已累积了104亿美元的资产 而替Row Price的Capital Appreciation Equity ETF TCAF由David Giro管理 自2023年推出以来 已积累了22亿美元的资产 综上所述 主动型ETF的迅速增长 不仅反映了市场对高效投资工具的需求增加 也预示着全球金融市场变革的加速 尽管目前其规模仍远小于传统共同基金 但其增长势头强劲 未来前景广阔 对于投资者来说 了解和利用这种新兴工具 将是未来投资策略中 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与此同时 监管机构和基金公司 也需适应这一趋势 共同推动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 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我们会继续关注 并为您带来更多关于主动型 ETF以及其他金融市场动态的深入报道 下次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 是主动型ETF的迅速崛起 我认为主动型ETF的突破 将带来崭新的投资机会 这是不可忽视的投资趋势 看看数据就知道 主动型ETF资产即将突破1万亿美元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投资者对这种产品的信任 和需求在急剧增长 楚天书 你这么说有点儿太乐观了吧 虽然看起来主动型ETF的资产增长很快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要知道 美国的长期主动管理的共同基金的规模 可是13.8万亿美元 主动型ETF和它们相比 还是小屋见大屋 更别提这些ETF的费用虽然低 但真的能持续击败市场吗 谢琪琪 你提到共同基金 那可是老黄利了 ETF的税收优势和交易灵活性 这是共同基金没法比的 根据投资公司协会的数据 美国国内的主动管理股票共同基金 在过去10年净流出2.5万亿美元 而主动型ETF在上个月就吸引了279亿美元 这波风潮可是有根据的 不是吗 楚天书你太天真了 主动型ETF的增长确实快 但它们为什么能这么快 一部分原因是投资者被市场营销吸引了 它们可能更应该买便宜的指数ETF 而不是被这些所谓的明星经理牵着鼻子走 根据晨星的数据 主动型经理的表现 很难持续超越基于指数的方法 谢琪琪 说到市场营销 这可不是唯一的因素 看看全球范围内的变革 南非、日本、新加坡 甚至法国都已经改变了 只允许ETF追踪指数的规定 这些国家的监管机构 可不是随便下决定的 摩根、大通、富达和贝莱德这些行业巨头 都在推动主动型ETF 这可不仅仅是市场营销的功劳 哦 楚天书你别太激动 这些监管变革和市场推动确实让主动型ETF风生水起 但别忘了这一行业还有很多挑战 透明度问题、费用问题 还有那些所谓的秘密配方的股票挑选者 他们可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投入ETF领域的 市场上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我们的保持警惕 不要被表象迷惑了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